试着讨论下列个无穷等比数列的练散性 那他已经跟你说了他是无穷等比数列 所以来第一小题我们就去找他的公比是多少 n带1进去的话是2乘3的一次方 然后n带2的话是2乘上3的二次方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公比是多少 第二项去除以第一项所以公比叫做3 那3比1大 所以我的整个数呢就会越乘越大 越乘越大 所以我们整个数就叫做发散 再来第二小题呢来一样n带1进去 3乘上负1 然后n带2就变成3乘上1咯 然后再来带3又变负1 带4又变正1 所以我就知道我们的公比呢 叫负1 可是啊 负1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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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到最后 他是负1还是1 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他也是发散 只有什么时候是收敛的 当你的公比小于等于1 大于负1 其实你也可以记他是在于1跟负1之间 但是负1是不可以的 因为他会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那介于1跟负1之间的话 就代表说他的这个数呢 会这样 降 降 降 到最后会趋近于 0 可以吗 如果是负的话 如果R是负的 就会这样子断要断要断要 趋近于0 那如果是 介于0跟1之间的话呢 他就会从 降下来 降下来 到最后也是会趋近于0 但是负1就不会 负1就是一下左一下右 一下左一下右 一下左一下右 到底是哪里 不知道 好 再来第三小题 一样来N带1 N带2 点点点 所以我的公比呢 就是负3分之1 要不要符合我们的 小于等于1 大于负1 所以呢 终于找到一个 会收敛的咯